7号上午8点42分 日本在路尔岛线的中资岛太空中心 成功发射H-2A火箭升空 这次火箭搭载号称月球追击手的 智慧型月球探测登陆器 逆拼4到6个月内登陆月球 精准着陆技术是为了准备在未来探测月球 甚至登陆其他行星 如果成功日本将成为继苏联 美国中国和印度之后 时尚第五个登陆月球的国家 近年来美国中国日本和欧盟都在探索月球 美国主导的阿提米斯登月计划 目标2025年再次载人登陆月球 去年11月已经成功完成第一阶段的 无人月球轨道飞行 俄罗斯也在今年8月发射火箭 试图登陆月球南极 但已失败告终 印度则在上个月成功登陆月球南极 拔得头筹 并在9月2号再次发射火箭 启动太阳演奏任务 新唐人亚太电视林玉堂 张祺林综合报导